奴才拜见皇上 皇上 圣体安康 起来说话吧 你让奴才把心里话 都跟您说完了以后 再起来也不迟 说吧 皇上 您知道吗 昨天晚上 那可是一个特别容易 出声闹鬼的月黑风考验 是吗 奴才我本已熟睡 可是谁想到 我突然 我做了一个噩梦 我就醒了 那醒了以后我就睡不着了 那得了 那方便一下吧 可谁知道 还没走到地儿呢 突然 外面就传来了号角声 吓了我那一鸡鸣 全件裤裆 一滴不上 那你还听到什么呢 听见了 听到什么 外边好多的侍卫家喊 抓刺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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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逃 不要跑 我看见你了 你就跟那儿呢 抓刺客 话怎么这么多呀 不是 他们之间就这么喊啊 后来呢 后来 嗯 摩托虽然武功低位 可是一听到有那么多的刺客来了 我一想到皇上您老人家安慰畏虎 女师傅 我揣起我那把护体短刀 转给前来护驾 我还没出门呢 突然 多总管 带着一群侍卫 朝我飞问问来 他说 是皇上您老人家吩咐他 过来看一眼 我是否还健在 当女师傅听见这话 突然我就哭了 太感动了 而且 杜总管说的那句名言 也是好上加好 他说 贵公公 天底下 能够受到皇上他老人家 如此宠溺的臣子 你小贵子 是前无古人后无古人的第一人 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对 是您说的意思 起来吧 谢皇上 那你觉得派来行刺的这帮反战 是谁派来的 会不会是吴三贵 吴三贵 那不能 为什么 他没理由 说说看 皇上您老人家想想啊 吴三贵这个老话头 那是以人之下万人之上啊 他的云南正所谓天高皇帝远 想尽了人世间的荣华富贵 那又何苦要前来造反呢 而且 他冰箱马壮的 要什么有什么 他这儿不多余吗 不知道啊 好 跟我来 我说 那是 我说 感谢观看